拼貼領存7777 大家好 歡迎來到YDiary拼貼第七彈來啦 睽違了兩個月後 終於帶大家來接著細看我們第七位都是有空作啦 這次的素材我們要使用的是人物還有景致都非常的華美的 泛蘇沙華以及夢幻又空靈的俊俊 馬上一起來777砍起來 GO 好 我們先來看到這一個 曼蘇沙華系列 使用到的素材有 PET膠帶與此好生活 以及其他的文具有人分享的指膠帶們 曼蘇沙華的第一套主找門啊 光是打開指膠帶一看啊就覺得會心理笑 像是裹著棉被啊 而且產生分離焦慮症的女子 不知道是多少人的日常寫稿啊 大部分上文字真是太有feel了 那我們這個半邊是想要呈現那種比較日常寫實的感覺 那右半邊呢我們就是想要帶來一種 好像很努力工作努力生活的樣態 像這樣子勵志的文字之下 我們一定要努力工作好好生活 但是加班的話可以先不要 希望每個妹子們呢都可以勞益平衡 好好生活的範圍呢也包含了好好放心自己哦 曼蘇沙華第二個系列 使用到的是PET膠帶春池池 印章是幽夢 其他還有文具有人分享的指膠帶和PET膠帶 這個作品搭配出來的古風氣質感我超喜歡的 深色的底啊搭配雪花真的是絕景呢 而且還加上了高潔的美花 透過這樣子的搭配呢讓人感受到十足的冬季氛圍 它背景就是搭配這種很有空間感的建築街道 那這個主角妹子啊就好像是從這個畫裡面走出來一樣 而且啊在這種風格之下搭配日文文字 儘管像我這種你知道完全不知道裡面寫什麼內容的人 也依舊覺得整體很加分啊 古風妹子漫步在冬季的市場中別有一般模位 再來要看到第二個系列啦它是俊俊 我們使用到的作品是花季浮游 夢旅之窗 其他還有使用到喵大以及其他文具控棚 跟我們分享到的素材 真的要很感謝Pintia旅團讓我認識到更多新的創作者們 你看這個清新可愛的風格 整體搭配起來就會有一種舒服但是帶點浪漫的清新感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個夢幻的漸層窗景 你看這一種如夢似幻的風格 搭配這樣子星河的點綴 還透露出小動物的劫影在當中耶 然後再搭配上同樣粉嫩粉嫩的花卉還有小霧門 真的是讓少女性用出來啊 那這個左邊又沒有要塗紙弄的山景啊 其實也沒有很違和 就為這一種夢幻的氛圍裡面帶了一點寧靜感 再來是俊俊的第二個作品 我們使用到的是花季浮游 貓心砂糖 其他還有使用到像是喵大 自己印 JAB和陽君的作品 我看到這個星空小貓啊 就覺得很想要看它敞陽在星空裡面的感覺 果然呢讓它搭配上同色系的素材 還有一些星空夢幻元素啊 整體性就立刻呈現出來了 那像我們中央這個藍色氣泡襯底把它貼上去 就好像是一種很時尚的美好賀卡 那當然中間不能錯過的部分啊 還有讓它們搭上具有藝術感的金色字體 我會黃嗎 我會黃嗎 唱歌 畫面不大 做麼來唱歌 我在吃藝術 不知不覺呢來到第七混流的拼貼分享啦 每一個回合都可以認識到新的創作者或是新的素材來使用 希望大家也有透過我們的拼貼影片 獲得新的創作靈感喔 如果沒有任何問題或意見的話 都歡迎底下留言要送我們喔 看看更多詳細的拼貼美照也歡迎追蹤我們的IG 大家下見啦 掰掰